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好,大家好 我們又回來我們的 《自然療法與你》這個節目 我是節目主持人 袁大明 我也很幸運 我們今天也請到一位嘉賓 這位嘉賓 如果大家有聽上一集 都認識了 就是我們由加拿大來的 陳振成 《自然療法醫學博士》 我們今天會討論什麼問題呢? 我們會再重新深入地探討 關於有關蘆筍這種食物 在食療方面的歷史背景 以及科學背後有什麼根據 為什麼呢? 我們最近曾經提及過 原來蘆筍是可以用來處理癌症的 然後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接收了這個訊息 我們也接了很多新的電郵 跟我們查詢和跟進一下 有關蘆筍治癌這方面的問題 好了,我就不如這樣 因為陳博士我跟大家也介紹過 他在這方面的處理癌症方面 他有很長遠幾十年的經驗 他也很深入去研究很多不同的方法 很明顯 蘆筍是其中一個方法 他也有相當多的資料 或者我們現在請陳博士跟大家分享一下 多謝你陳博士 大家好 多謝你袁醫生的介紹 蘆筍其實通常都是西餐 我們很多時候吃蘆筍 中餐有時很珍貴的菜式都會有 硬是那些味道大家有沒有覺得怪怪的 還有相傳有些人竟然說蘆筍可能有毒的 因為為什麼很多人吃蘆筍之後 你發覺小便的時候有些怪怪的味道 我今天想根據我 在這麼多年求證 去學習的機會 懂得這些蘆筍是什麼 其實蘆筍膠囊的提取劑 在中國已經正式有批號成為一個 對治療癌症有幫助的處方藥 中國已經有處方已經有批號 政府已經批准了 中國是做了很多臨床的實驗 還有中國的科學家在蘆筍中發現一隻 可能是會直接令到癌細胞自動凋亡的物質 叫做Aspanin-A 但在天然的蘆筍中很少量 成為膠囊 當然Aspanin-A的成份高很多 主要的有效成份已經加強了 已經濃縮了 不只是這個有用 如果我解釋給大家聽 大家就更加正所謂 孫子兵法華齋 知己知彼白戰白勝 就會變成蘆筍 變成一個很好的功能性的食品 我講解蘆筍 蘆筍是一個春天霧出來的 真是一個筍 這個尖 它是長得相當快的 而它的頂部的味道特別濃 而且當然它的成份 所有的成份都特別高 原來蘆筍不是中國原油的菜蔬 它這種植物原油在歐洲、北非洲、亞洲的西部 西部的意思是去土耳其、西方、西方、北非、埃及也都有 所以第一次人類用蘆筍來做食物 就是大概在主前 大概五千年前 在埃及是很普遍的食物 這些古人都很喜歡 在羅馬大帝國的時候 那些羅馬人很流行 春天時候收成了蘆筍 把蘆筍運到 瑞士、德國、奧地利交界、亞爾卑士山頂 舊前沒有雪櫃 因為上面是用天然雪櫃 藏在雪層下面 來保存它的新鮮 在阿吉士大帝 在羅馬大帝的時代 他居然有一隊船隊 專門運送蘆筍 叫做阿斯巴格拉斯 Fleet 在二世紀的時候 很著名的古醫 簡直是醫生的祖先 希臘的基林 當時他好像中國的神龍常百草 很出名的西方醫學人物 所以他形容蘆筍 根據他的經驗 覺得是有清毒 和有痊癒 促進痊癒的作用 他的英文是cleansing and healing 的作用 所以根本上蘆筍在這麼古老的時代 不只那些人莫名其妙地 很喜歡吃蘆筍 是用很多方法來保存 他終年有新鮮蘆筍 而且就算是吃完之後 吃完之後 吃點臭 他都這麼喜歡吃 有他的原因 也用來虐用 可以說是一千幾百年 在自由世界西方社會 我們叫做New World 新世界 即是北美洲 發現北美洲之後 蘆筍傳入北美洲 大概是1850年的時候 大概是在1860年 科學醫學上有一個突破 第一個氨基酸 即是蛋白質 將它消化蛋白質之後 我們就變了很多氨基酸 英文叫做amino acid 第一個氨基酸 人類發現 就是在蘆筍汁 裡面提取出來 而認為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氨基酸 所以有一種氨基酸 叫做asparagine 在其他蛋白質裡面 都有這個氨基酸 不過 因為初初 原先發現這件事 就是在蘆筍 所以索性叫做蘆筍氨基酸 叫做蘆筍酸 是1806年的事件 我現在先講解 有些人誤解 就說蘆筍雖然這麼有益 另一個說法 蘆筍可能有毒 是不是你消化不了蘆筍 原來蘆筍裡面 充滿了氨基酸之外 還有一些很特別的成份 是充滿了硫磺的複合物 就是那些流化複合物 那些流化複合物 我們人將它混化之後 那些廢料充滿了臭雞蛋的流化物 就在小便那裡排出來 根本上個個吃完這個蘆筍 小便的成份都會一樣的 很有趣 我們現在近代發覺 有些人的基因 會令到他聞到這些味 有些人的基因問題是聞不到這些味 這麼有趣 所以你可以一毒尿 兩個人聞 有些人聞到味道 有些人是完全聞不到味道 所以這個說法說 露筍是有毒 所以柯督尿出來會扼 你不要怕 哎呀死了 我是不是吃了些露筍呢 所以我柯督尿出來 某某名說很臭 或者你自己聞到 根本上就是完全沒有毒性的 第一 第二 完全不是因為你身體有問題 所以你柯督尿就有股脆了 只不過是聞那個人的基因 有些人的基因令他聞到 有些人的基因令他聞不到 實在上 在美國的衛生部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在幾十年前 1900年代 大概1970年的時候 已經有很多文章 也有很多研究 發現露筍裡面 原來有很豐富的一種抗氧化劑 那些抗氧化劑叫做L-Glutazion L-Glutazion 抗氧化劑不止是抗衰老有用 對這個保護我們的基因 以及在幫助醫治癌症的時候 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是做化療 做一些氧化性的化療的時候 千萬避免用太高的抗氧化劑 不是說不能用太高的 因為你會中和化療的作用 這些是事實來的 因為化療有很多種 有些是抗新陳代謝型的化療 未必有毒的 有些是標靶藥 阻斷某一個酵素 令細胞不會長 有些是干擾細胞分裂時候的程序 有些是正式毒害細胞膜 有些是毒害基因的解毒 各個的用途 各個角度都有分別 如果太高的抗氧化劑 對這些氧化型的 正所謂治癌的藥 就會一定負面的影響 所以大家一定要找一位 比較認識這方面的醫師或醫生去詢問來解答 原來露筍裏面有一個成份叫Histone H-I-S-T-O-N-E 我忘了找Histone的中文名稱 這個Histone是一種蛋白 這種是相當簡性的蛋白 它有很多不同的型 有H1、H3、H2B 很多不同形狀的低分子蛋白 而當低分子蛋白炒雜水 集在一起 原來他對我們的基因 不只是有調整他們的表達作用 另外還會保護他們 以及對這個基因 將它放好 即是將它裝備好 正所謂包裝 是相當重要的 原來人的基因 如果將整條基因 拆成一些直線的話 拆成一個直線 Histone也叫做早蛋白 原來袁醫生和我查到 叫做早蛋白 為何叫做早蛋白呢? 它英文是一種packaging material 即是好像我們寄油包的時候 如果你一大堆一張被子 整張被子散收收 這樣寄 你便是誰收你 是不是很麻煩 如果你將一張被子捲起它 打包了它 或者是再好形容些 譬如你有一條很長很長 十里長的線 你將那些線就扔出去 你就散收收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線心 來拆起一條線 很整齊地 可以好好地用 好好地收藏 這個Histone 這個早蛋白 其實就是我們人的基因 或者所有哺乳動物的基因 那個拆線的線心 因為人的基因 如果將它拉長的直線 竟然是1.8米那麼長 似乎不夠姚明高 姚明2.29米 不過她媽媽是1.88米高 同一姚明媽媽那麼高 如果你們將每個細胞的基因拉長它 不得了 差很遠 但是如果我們有足夠Histone 這些早蛋白 將這些基因 在早蛋白做過 做過線心 繞得好好的 美麗的整齊齊齊 就變成0.09毫米 有一些 她將她的需要的空間 存放空間 縮小了四萬倍 這麼厲害 你想想 我們所有的基因 如果在我們的細胞裡 根本沒有擺好 你怎樣運作呢,就亂了大籠,喬結了線 基因結了線,當然有病 最終疾病當然是癌症 所以上一集有些人說吃完露筍,竟然有很多奇難雜症,莫名其妙地好 我可以這樣說,有時候,基因的健康和整齊 有時候有很多癌症,不知為何用極方法都治不好 用到最貴的藥好,最漂亮的藥好,最適當的 因為有時候醫生都沒有辦法把每個病者的基因拉出來,看什麼事 或者他真的沒什麼事,不過打包打得不好 就結了線,這樣就沒死了 剛巧巧,我們加個線心,把他安排好 那一個線心是什麼呢?在哪裡來呢?就是在露筍那裡 剛巧巧,我剛才還問袁醫生 這麼多病例,在哪裡讀出來的? 沒錯,你在中國,十幾億人 我就不信找不到五百萬個靚仔靚女靚得 簡直是十全十美的,都不奇怪的 當然有靚仔靚女的,是不是? 所以我後來再看清楚,這些只不過是偶然遇到的個案 而這麼巧,很多人,我們醫學上面也有一個 叫做spontaneous remission rate 即是無緣無故會好,不理你什麼病 一期至到四期,由皮膚病至到癌症也好 有時候只要你有信心,也剛巧巧 你也好命 有百分之十五的病 是會不自如如的 但是如果在這幾個人 significance 找到了個神婆搬下你,你就好 而有十五個分之百分之十五的iva そして15個分之12 впер 即突然傳遇統計數據裡面ờ 天婆的 Electronuga馬上変化 于是相传下来,一传十传百,个个都去找他,那一千人入面就加一条数,只要他对这个神婆何济公有信心,或者是王大仙有信心,就立刻了,一千人入面有150人是莫名的奇妙的好,那究竟是, 什么解构什么原因呢,有时候我们做事要实事求是,我们现在是中国的一份子,中国从来都是唯物论,没错,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任何事物正面去看,但是我们不可以盲从,我们一定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个是几千年内所说的说话,孙子兵法里面, 我们现在明白了,路讯为什么对人体有益,为什么有用的基理,还有有可能这些,这些又医不好,那些又医不好,谁不知将基因摆正了,将包装好它, 那它的表达顺利了,电脑忽然走回来,这些都不出奇的,那我希望大家就, 现在的空涌,没错,路讯对我们很好,还有大部分的有效成分,那些抗氧化剂,那些组蛋白,都是在路讯尖,绿色那部分,但是我们要环保一点,不要丢掉粘,都有些益的, 当然最好找些没有农药残余的,找些新鲜的露笋, 那些露笋最好,就是煮熟一点,用水烧一烧它,因为它将这些蜜蜂釋放出来, 生的露笋都有,一定的蜜蜂,但是你没有将它水解,我们要多重手熟,在身体里面混化它,才成为有用的材料, 就是用露笋这个功能性食物,因为这个资料,如果大家真的在上网看,是很多很多的, 那首先,陈博士,再深入一点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露笋处理癌是有根据的, 甚至乎美国的NIH,都曾经做过一些文献,有相当多的文献,在这个方向证实它有一个疗效, 不止,南京,中国的科学家都已经做过,以及医学界都已经做过临床, 发觉露笋实在是对医癌是有意义的, 但是呢,话虽如此,我都和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处理, 帮助健康,帮助癌的,其实工具是很多很多很多的, 那大家就不要一面倒,以为这个是唯一的方法, 或者这个方法如果帮大家,帮大家不到,也都不要, 全部对所有那些自然的工具,就失了信心, 那这个是我最不想见的,那好了,那原来呢, 我们看到在网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强调, 是生机饮食,是吧,我怕在煮熟的过程, 就会令到有些有效的成分受到破坏, 那为什么我们在网上很多资料都看到呢, 露笋通常是叫你煮一煮它,煮一煮它, 接着呢就把它调换出汁,我叫朱姆, 就像是比审萱仔做一些, 一些蜃薯茹、苓果茹,香蝦茹, 柑茸茸,那样,那样, так, 那你煮它,就把它们用搅拌机, 打它了,之后呢,就可以放在雪櫃里面, 放在雪櫃,柱藏的,那么, 一日,一般的份量就是一日两次, 每2次四汤匙这样,那样,那有些人 ça, 我发现曾经有些人在短短几个星期里 已经感觉上是有些帮助的了 已经有疗效的了 所以希望大家今次就有机会 我一次过将卢笋这个资料 跟大家再深入的分享 我们收了很多很多的电邮 比如有些电邮的问题我刚才已经解答了 但我也希望和大家讲一讲 比如有一个电邮 其中讲我是一个乳癌病人 2005年有原委性的癌 做了局部撤除 但到2012年就复发了 到2012年就10月开始化疗六次 加上标靶 做了再做局部的乳房的撤除 原来就是我要等电邮了 他问我们日常生活要注意些什么呢 要多吃些什么食物呢 还有有些什么介食些什么食物呢 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也都问了 听说牢笋治疗法 有些罐头是没有防腐剂的 这个牌子名是什么名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 我手上的资料 他曾经提了一个牌子 这个牌子我再和大家 我可能以前未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原因是因为我香港未找到这个牌子的 叫做Giant & Stokely Giant G-I-A-N-T S-T-O-K-E-L-Y Giant & Stokely 这是一种罐头 他发现这种罐头是不会加盐 又不会加防腐剂 所以在外国他们介绍一些人用的时候 就会介绍这个牌子的 但我知道香港的鲁笋 是一个很容易买得到的 很多市场超市 其实都很容易买得到的食物 所以香港人来说 就不用太着重去找罐头 如果你平时在不同的街市 我亦都在香港有些有机农场 都见到的 他都有种植牢 是一个有机的种植方法的 你买到之后很简单 煮了之后就放在冰箱 每天就吃两次 每次四汤匙 这个就是一般的资料上的建议的份量 那有什么食物呢 其实这个资料真的太多了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都很难详细和大家分享 其实我们过去 我在我节目里面 其实都讲过很多的 比如我曾经做过 差不多五四五集 是讲过酸碱食物的 因为在处理癌症的方法里面 其中有一种是 将身体尽量简化它 因为身体当身体过酸的时候 身体就很多病 就会滋生出来的 所以我们叫做环境 我们看内的环境干不干净 看内的环境 酸碱平不平衡 是会导致疾病会不会滋生的 所以在处理癌的方法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方法 其中一个就是酸碱食物 所以如果你说要吃些什么 希望大家去听一下 我过去在这方面 和周哲祥在这方面 在生机饮食 是讲过很多很多这方面的食物 很多食物 可以这样说 你可以作为一个治疗 作为一种预防也可以 好了 我们第一节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我就会下一节 再跟大家继续 烙筍之多少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很快了 我们回到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勞筍之多少》的第二节 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陈振成 自然疗法医学博士 我刚才在《勞筍之多少》的时候 我读了一封听众的电邮 他亦都问及 譬如日常饮食方面要煮些什么呢 应该多吃些什么食物呢 戒些什么食物呢 可不可以告诉大家 我起码在这里 就跟大家建议一种食物 这种叫做西兰花 broccoli 这种其实如果大家是有机会参考到 一些西方的食疗的书籍 他一定都会提及这个东西 很明显背后的科研都相当多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 我们以为西方的医疗是一种科学的医疗 而自然的医疗其实不是有那么多科学的根据 其实我这个是大错突错的 如果大家是有机会呢 是接收这些这样的资料呢 我以前呢 我就订阅了一份行物呢 这份行物呢 是专门将所有的科研 是自然医疗的科研呢 一种一种我们叫做综合本来的 一个 summary extract 是很大分的 我相信呢 我相信呢 任何人呢 全面什么都不做 都看不完的 所以说呢 第一 我们希望呢 你们不要有种错觉 以为呢 是自然医疗里面呢 是没有什么科研的支持 其实不是的 反而呢 在药厂的医疗里面呢 其实他们很局限的 它能够发挥得到的科研呢 其实反而是少的 反而在自然界的工具呢 因为很多很多 那所以其实呢 亦都很多科学家呢 在这方面呢 是发掘不同的科研呢 我可以这样说呢 可能多成100倍的 因为自然的工具 真的实在实在太多了 好了 那西兰花 Brussels Brow 即是那个Broccoli 那其实背后呢 是有些什么的根据呢 那大家都听过西方国家呢 常常都说 You have to eat your broccoli for the day 那就是 他们觉得西兰花呢 就相当有益 嗯 那好像露笋那样呢 就几千年前 他们觉得很好 那西兰花也是 那其实呢 西兰花里面呢 那个主要的 有医疗的成分呢 就是一种叫做 Indo3 Carbino Indo Indo3 Carbino Indo3 Carbino Indo3 Carbino 就在 譬如 那些黄牙白里面都有多少 这个Brussels Brow 里面当然高很多 甚至乎野菜 就是卷心菜里面 都有多少 Indo3 Carbino Cabbage都有 是 但是呢 那个份量最高的呢 可以说呢 就是这个西兰花 西兰花 西兰花 那么高呢 所以呢 吃了这个西兰花 就觉得 前人觉得很有益 现代的科学 和医学界呢 就发现 原来呢 原来呢 尤其是女性 你们不要以为 男性 就没有 痴性何与蒙 一样 我们会做多少痴性 何与蒙 痴性何与蒙 在人的身体 如果是用完之后 混化了之后 就有两个走向 即是两个渠道去混化它 一个走向 就是形成一只 一定 hè 就是 二之四 二四 社园 有一种 这个就是1-6-Methoxy Estradiol 如果说的太复杂,大家可能会乱闹 总之有一个渠道的新陈代謝废料对我们是无害的 另一个渠道的新陈代謝废料 就会令到细胞里面的基因产生不稳定的状态 很容易突变 正所谓如果是太多这些对基因的稳定性影响那么大的肺料的情况下 就会提高了生癌症的风险很高,尤其是乳腺癌 还有所有对痴性荷尾蒙敏感的癌细胞 都会有促进癌症的作用 不如这个Indorse Recarbano在这个食物尤其西兰花那里是很丰富的 它的作用就是将痣癌那边的新陈代謝的途径阻断了它 所以当我们混化痴性荷尔蒙的时候 就不会做这些令到我们的细胞基因不稳定的肺料 所有的肺料都是安全的肺料 这一件事对我们现代社会相当重要 为什么呢?第一,我们的女士吃避孕药好像食糖那样吃 不止你吃完避孕药 避孕药是很高质量合成的痴性荷尾蒙 全部都是有机会提高生癌 尤其是对痴性荷尾蒙敏感的癌细胞的生病率 不只是你自己提高生癌的几率 为什么呢?这些吃被孕药的女士的小便的排泄物 都是充满了痴性激素的残余 如果残余的话,我冲到厕所就不会影响人的 不是的 其实你冲到厕所之后 全部都虽然我们有废水处理厂 但是我们是没有东西去分解这些合成的荷尾蒙废料 这些残余都落去河流、海洋 根本上是你育回给经过我们的食物链 我们是吃完这些东西的 这样令到近代的男性 连精子的数量 都是以前的几十、三十年前 不够一半 百分之四十的荷尾蒙废料 现在的男性比较温柔 因为很多男士已经是女性化了 被你们这些食物 就是通过食物链来 硬育去吃女性荷尾蒙的残余物 当然这些荷尾蒙残余物也都在 譬如养鸡的农场 打针的作为食物的动物 譬如牛、猪也好 听闻说 事实是 中国里面的大杂蟹 养大杂蟹 令那些大杂蟹又肥又大 直接扔一些被孕药 进去池塘 这些是早前 在报章也有报导过 也有记者进去采访过 发觉是真事 不止我们日常用的护肤品 譬如洗头水、沐浴液 里面的防腐剂 都充满了一种笨 英文叫做paraben 这个笨 根本上也是mimic 痴性激素 它有接近痴性激素的副作用 它都是捉住的了 所以我们日常避免不了这些东西 甚至乎我们日常喝水的塑胶瓶 那些軟塑胶瓶 分泌出来的phthalate 那些分子 都会有痴性激素的 和BPA 也有痴性激素的影响力 所以有时候 你去看很多洗头水、护发水 你看到的标签 有很多的产品 标明是没有paraben的 你明白为何他们会这样做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没有关系 还有很多人都知道 胶瓶是不能经常用完又用的 除非有些特别的胶瓶 是设计的 一般的装水那些瓶 大家记住 就是尽量不要用完再用 很多时候 我们可以用一些不手钢瓶 或者用玻璃瓶 虽然比较重些 但是有原因的 我们尽量在这方面 很多痴癌 实在是太多太多 我上几集 都不是很多 很多集之前 我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避孕药 那个刺激素 对我们现在的女性的乳癌 子宫癌 是增加了很多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正所谓 那我们怎么算好呢 很简单 如果是日常生活 有过这样的意识 第一件事 不要损坏我们的健康 这种为原则 然后呢 希望呢 就尽量是 加强一些功能性的食物 来到破解了我们 避免不到的危险的 新层代謝物 那就比较好些 你说如果是 很简单 中国人很喜欢吃油炸的食物 煎得香的 充满了油尼基 我们很喜欢吃一些 醃得香的肉 譬如蠟腸 蠟尿 蠟尿 鹹鱼 那些是充满了 一种叫做Nichosamine 这些Nichosamine 是直接致癌 如果致癌的途径 真的刚好得那么巧 直接损害了P53基因 而令到 细胞里面基因的维修 改不上 受到的损害 变了不止有万性疾病 甚至乎是致癌 如果大家听陈博士提的P53 如果对这方面没什么认识 记住就听上一集 上一集里面 陈博士跟大家很详细解释 我们基因方面的资料 P53 到底是一回什么事 好 也很简单 尽量吃些 帮助我们身体的健康功能性的食物 譬如蓝莓 譬如有机的蔬菜 譬如一些 比较有用的食物 有用的食物包括什么呢 包括西兰花 包括露笋 包括青绿的 没有农药残余的菜蔬 包括一些没有激素残余 和抗生素残余的 比较干净的 小脂肪或者没有脂肪的 干净的肉食 另外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用一些 直接明知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有损害的物质 譬如代糖 化学代糖 譬如白糖 青年的糖分 甚至乎我们知道市面上 有些汽水饮品 就直接把罐头都拿穿 哈哈 我们不要说名字 黑蒙蒙的 很可口的 罐头都拿穿 那就无谓了 还有另一样的意识 就是原来我们的所谓 汽水 根本上原本的意义 就是用水 打一些二氧化碳 进去 就变成喝完 就觉得人特别清新 其实我们增加血分里面的二氧化碳 只不过刺激到我们的呼吸神经系统 Respite Tree Center 就觉得你现在缺氧 你就会大声精神 吸多些氧气 会睡觉 你觉得提神 挺好的 其实你自己身体 吸多些氧气 因为促进 其实都好的 因为它是刺激你的所谓 Apnea Center Apnea Center 是让你醒一点 让你不要眼眩 缺氧气 吸多些 那种氧气 其实是氧气 其实是很好的 谁不知 那些人说 我们加点味道 也挺好的 不要只喝梳打水 对不对 这些东西放几个月 就不去 不行不行 我们放些防腐剂 他喝喝喝 加果汁 成本贵 于是他索性 加点Citric Acid 加点果酸 后来他加了果酸 整色整水 加了些颜色 加了些糖 让他好喝 然后骗你是什么汁 于是谁不知 有些卖不去 他咬到发梦 他说怎么办 他说不如我们加点防腐剂 那就糟了 很多这些饮品 饮料 所谓的 里面有一种防腐剂 你要看清楚 叫Benzoic Acid 那些Benzoic Acid 其实就是Benzin 是一种很毒的笨 的酸 有机酸 那你什么细菌都不长了 你还拿来喝 但有个问题就是 那些果酸 和Benzoic Acid 两个合成 你猜释放些什么出来 直接释放些Benzin 直接释放些有限量 但是政府说不要紧 反正你给税 和你要赚钱 不如我们给你一个限度 最高可以Benzin 达到多少ppm 那就糟了 你一天喝几个ppm ppm很少 一个part 一个ppm 一个part per million 就是一百万公升 一百万公升 里面有一公升 那么多 但谁不知你身体 一百万公升 你存下存下 你就发达了 整个身体里面 充满了这些痣癌的笨 你就参加了 首先陈博士和大家说到有一点 大家不知听不听得出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政府所立的标签 容许水平的标准 其实它要考虑很多东西 它不是单单考虑对人体的害 还要考虑到 在一个食物公司 制造公司 制造厂里面 经济做不做得到 知道吗 然后就发现 要取舍经济的效益 和健康的效益 好了 问题是这样的 我们很多时候 当我们去测试 或者去審核 某一个化学物质的水平 何时达到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是单独去看的 但问题 我们一般人的食物 就不是只吃那样东西 吃很多很多都一起吃 所以很多东西加上 之后 效果会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根本是不知道的 这件事很有趣的 在香港 你知道 香港政府 当维他命是当药 当西药 要去注册 有时候 但是毒药是当饮品 很多时候 他们很严谨 你说维他命C OK 维他命B1 可以 让你批准 给DDI 准许 准许 你售卖 但有时候 有些多种维他命的 我试过 有家公司 企图把10元的多种维他命的糖果 就是candy 想去香港 被逼注册做一种药物 但他们说 维他命A 又B又C 加加密 你这样的成分有什么效果 是没有人知道的 要求他们做一些化炎 做一些波炎 这个我觉得是很没意思的 反而 在我们这些食物里面 我们这么多附加剂 这么多化效物质 防护剂 其实我们每一样都是刺牙物质 他们很容易容忍了他通过 因为主要是在经济的角度去通过 就不是真真正正的 是为我们健康 是绝对安全的角度来进行的 我觉得香港政府的罪 似乎大于某个公务员 这个可以这么说 全世界都出现同样的问题 好了 我们继续讲第二个 我这次有很多E-mail 当然 大家所问的问题 都是与盧顺有关的 这位Helen 她说 听过我们关于盧顺治癌的资料 我爸爸五十多岁 第三期抢癌 上星期把癌细胞 所谓切除 接着要化六个月的化疗 她问在化疗期间 什么时间吃好呢? 是不是要在化疗最辛苦的人才吃呢? 这个问题之一 如何煮食呢? 平时炒菜可不可以呢? 第三问题 如果每东西吃的话 是不是会更加好呢? 第四 就是网上也看到 鲁笋是有毒素的 吃得多会有时 其实是一个四个问题 或者我们也试试 试试试 鲁笋有毒的原因 是因为吃了之后 几分钟之后 你的小便就有一股压味 我刚才也解释了给大家 根本上是因为 这个鲁笋里面的 比较简性的蛋白和氨基酸 经过人体的混化之后 这些鲁笋里面的味道 而且它含有些流化复合物 这些流化复合物 有些臭鸡蛋的味道 但很有趣 这些味道 我们发觉是 嗅得到是个别基因的问题 有些人由于基因的影响 是正常的 它的味蕾是嗅得到 有些人的基因的味蕾是嗅不到 这种东西 那么有趣 我想解释一下 嗅到东西 吃到东西是什么味道 通常来说是一个直觉 是这个人 接触到这些东西 它的仇体有某些反应 给老人听 是有这样的东西 我想提一提 世界上有一种叫做神秘果 这个神秘果很有趣 你把它吃的时候 是苦苦涼涼的 但是你吃完之后 吃什么都很甜的 吃屎都甜 那个后果 不过甜 甜了几分钟 几分钟后 吃东西就回去 原因是 为何神秘果素 很特别的 这个神秘果素 就会改变你的 味蕾的化学反应 所以就个个都靈 这些是说分两头 现在说回头 通常来说 抢癌的化疗 都是用一种 5-FU5-4-Urisil 这个是一个很弱很弱的 一个alculating agent 就是和氧化疗法 是有多少关联的 所以如果在化疗期间 如果吃大量的抗氧化剂的时候 就不太好 就可能会中和了 这种抗生神代謝的氧化性的化疗 都不一定 但是你吃不吃得 当然吃得 为什么呢 适量的氧化剂 就不止是无毒 而是 我刚才也提过 是帮助我们的基因 是包装得好些 还有 如果是少量的抗氧化剂 在化疗期间 是绝对没有问题 如是有益处 这些是有 几百个科学文献 是做了很足够的科研结论 日日吃不是不好 不过我想有些厌的 而且日日 小便都臭崩崩 就不太好 就是 但是如果是一种有目的的功能 是食物 也好的 也没问题 例如你说 每天吃多些 每天吃一点 不要紧 这类的所谓的 就是医食同源概念 大家相信也都知道 西方也都叫做 食物是最好的药物 所以我希望和大家 就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是很多都分享这方面的资讯 好了 因为有时候 我们经常去网上 你看什么都好 会有些负面的资料 看出来 会远都会有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 在网上看过的时候 都不知所从 我发现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 譬如今天 我看过很多 在我们的诊所里面 很可惜 我们现在很多癌症的病人 很多时候也都非常可惜 通常是很美期才开始 找我们的方法去处理 其中一个病人 他提及 Graviolla Graviolla 应该是 是否翻石楼 不是 不是 是 是南美亚米信森林里面的 一种果实 果实 实在是会 有道细胞凋亡的作用 这个也是一种 植物的无毒 可以说是化疗 不过效果 就不是一般的 书本 或者是健康产品商 说的那么神奇 不过绝对是有用的 好了 他也提及 我听的一个资料 他说 你吃了几十年之后 你可能会有百甘信 大家听一下这个说法 我跟解释给你听 如果有一种方法 是处理现在的癌症 即是你可能已经 即是时间没有多的时候 那你会不会 还要担心三十年后 会白甘信这个病呢 你当然是处理了 目前的 急切性的问题先 好了 那我们都 很多很多 我们今次的 那个 那个 email 比较多 那还有一个 我相信我都应该 是和大家说一说 因为 很多人 可能是 是 某些途径 就不是在我们上网 看到我们的资料 所以 有时候 你听到我们的资料 都不知道 我们在哪里得来的 所以 要问我们 我们那个节目 在哪里听到 是网址是什么 什么时间 好了 我相信这个问题 问得非常之好的 我们现在的 我们的电台 是叫做 渔网台 英文叫做 Source Radio 即是S-O-U-R-C-E Source 即是来源的意思 Radio 就不是Radio Radio是电台 是Radio 我们叫做网台 这个可能是新的英文字 是W-A-D-I-O 即是说 S-O-U-R-C-E-W-A-D-I-O SourceRadio.com 因为我们的节目 是全部 我们叫做 是有archive 即是你可以真是 下载回来听的 那我们很快 我们会有一个 Apps 就会将我们的电台 节目 是用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是给大家 可以下载你的手机 是随时随地 可以听回 我们以前的旧节目 当然 如果你是自己上网 我相信你 找资料 找旧节目的机会 是会容易很多 好了 那我们今次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 很高兴陈博士 跟大家分享 他这方面的知识 那我们继续 陈博士 会和大家 不断地探讨 在自然医疗的背后 很多新的 或者新也好 旧也好 是一个很方便的 最新的尖端的资讯 好 那我们今次 就多谢大家收听 好 多谢 拜拜 拜拜 去吧 K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成立于1987年 率先把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杖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